新鮮香菇吃起來的口感呢 它很有水分 吃起來口感很Q彈 月餃呢 它那個香菇的味道 會一直在嘴巴裡面散發出來 好吃 今日來訪的這間農場 目前是由第二代來經營管理 前前後後更種香菇 已經快50年了 香菇寮保有傳統的架構 屋頂長滿著青苔 內部還裝了加湿器 男主人說 這主要就是營造香菇 在原始森林裡生長的環境 因此每一顆香菇 代表著它們是健康生長 看我們香菇寮外面的青苔 像我們香菇寮裡面的加湿器 就是為了營造它 在原始森林裡面生長的那種模式 所以它長出來的東西呢 會跟原始的東西一樣 非常的健康 非常的好吃 要食用於大自然共存的無堵香菇 在摘取後 只要用水稍微清洗 在切飽後即可入口 吃過的人一定會留下難忘的口感 有一種甘美的香味 甜甜的 不會讓人覺得說 吃了一口就不想再吃 脆脆的 有小劲 男主人說 香菇其實在我們滾燙料理下 破壞了它豐富的各式維他命 所以生食這邊的香菇 等於就是把健康全吃下肚 香菇當沙拉這種料理 富含了維他命E、維他命2、維他命B12 那還有一些鈣質 於是像東光社區這間香菇農場與大自然共存的精靈理念 以獲得國內很多單位的肯定 像是國立中心大學都通過了三百幾項的嚴格驗證 所以他們能提供給客戶生食是有他們的原因及信心 它新鮮讓我們看得見 而且我們信任我們的農友 它的栽培方式 我真是不一樣的感覺 魚池香三寶之一 香菇 在國內是深受客戶的喜愛 不過目前在市場上出現了各式香菇 甚至有進口的略殖品 主人現在就告訴大家 在購買時裸挑選最新鮮最健康的產品 菌傘上面的這個白色點點呢 叫香菇的蓄毛或者是鈴片 它越完整表示說這一朵香菇是越新鮮的 那所以說要辨證新鮮的香菇 就是盡量挑選上面的鈴片蓄毛比較完整的 除了生鮮香菇之外 那乾香菇該如何選擇呢 原來要挑選內葉菌摺顏色是越黃越好 乾的香菇呢 在烘乾以後 它的內葉這個叫菌摺 菌摺顯現出越鮮黃色 表示說這一朵香菇它越新鮮去烘 它的營養成分保留的越多 男主人是一位青年菇農 在承接父母的香菇 因堅持精靈理念 是獲得各界肯定及支持 他非常歡迎國人能親臨現場 享受一個自然既健康的體驗